开赛仪式和重要的单人赛 在风景秀丽的米湖举行 天刚亮 25名华裔钓鱼高手 就从各地赶到比赛现场 既有参加钓鱼运动多年的60后 也有初出茅庐的90后 在他们中间 由安省议员董涵鹏 我今天一早就安排了支持他们 按照规则 参赛选手只准钓大口鲁鱼 在专业的钓鱼艇上 选手们使出全身解数 争取钓到最大的鲁鱼 我们之所以搞这么大规模 这么大声势的比赛 就是我们想让更多的人 了解我们竞技钓鱼这项运动 让更多的华人 他知道我们钓鱼不是为了吃鱼 而是为了享受这项运动这个过程 推广华人这种竞技钓鱼 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在于 对我们加拿大这种可持续的 这种资源保护 做出一部分贡献 加拿大的水资源和鱼类十分丰富 那么为钓鱼者提供了天然有益的条件 在过去的十年里 华人参加钓鱼活动 以及竞赛的人数越来越多 同时呢 他们的钓鱼水平也越来越高 来了之后呢 我最开心的就是可以看到所有的鱼货 去生水被放生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在加拿大 我们享受着很好的自然资源 但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呢 对这些自然资源威胁也是越来越大 我们在享受的同时 也要考虑到保护他 近过八小时的比赛 董汉鹏获得总量和单条重量双量冠军 风味记者腾中勤在安省米湖报道